Adobe Premiere Pro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今天我們有90秒的時間 教大家完全學會Adobe Premiere Pro剪輯軟體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來到電腦之後我們直接開啟Premiere Pro 開新專案打上你要的名字 設定好專案的位置 色彩管理改到300nit 左上角Add a preference Audio hardware延遲至少調到100毫秒 音訊比較及時 當然效能序可以延遲越低越好 記憶體就給它拉好拉滿 接著匯入素材 左下角的Media Browser 整個素材資料夾按右鍵Import 選取需要的素材拖移掉時間軸 軟體就會自動增加一個跟影片格式一模一樣的時間軸 如果想要新增不同設定的時間軸 左下角新增時間軸 設定好儲存預設下次就可以快速載入 下方拉桿的圓點可以縮放時間軸 中間小藍箭頭可以瀏覽時間軸上的片段 選取工具可以選取我們要處理的片段 按住Alt可以單獨選取音訊或影片 刀片工具可以把影片切開 切體工具可以快速找到小箭頭跟影片被切開的位置 快速選取後方所有的片段在忽然想要插入片段時非常好用 刪除片段有兩個快捷鍵 第一個是Backspace刪除保留空格 第二個是Shift加Delete刪除把後面的影片補上 影片快轉慢動作可以按右鍵Speed Duration 直接調整速度或是時間長度 想要倒轉就打入複數 快轉慢動作想維持同樣的音調就按Maintain Audio Pitch Premiere這個功能我真的超愛效果也非常好 有缺空的片段就點選按刪除後面的影片就會補上 想加文字點選T 在你的畫面點選想要的位置我們就可以開始打字 調整時間軸上任何的素材可以到左上角的Effect Control 位置錯放旋轉不透明度混合模式聲音音量左右聲道都在這裡 那點選不同的素材Effect Control裡面的選項也會有所不同 我覺得Premiere最好用的就是複製設定 我們就選擇旁邊有FX的欄位 直接複製貼上到我們時間軸上選取的片段 我們就可以快速通過我們要的Effect Control 左下方的Effect有常用的影片音訊轉場與效果 音訊壓縮High Pass Low Pass造假 回音影像銳利化 影像穩定造點 裁切影像等等 全部都點兩下就可以使用 如果剪輯影片遇到卡頓 我們可以使用預覽視窗下方的預覽尺寸 降低一尺寸可以讓剪輯更加流暢 而且不會影響最後輸出的效果 大量上字幕可以左下角增加Captions 我們就可以輕鬆又有效率地調整字幕的時間大小 顏色字體位置 調整好我們直接拉到時間軸上就可以使用 接著到調色工作區域 我喜歡先增加一層調整層 左上角開啟示波器 示波器把亮度分成0到100 0是最暗100是最亮 想要保留最多細節 就讓所有資訊都在0到100之前不要讓它破表 右側就可以調整基本的色溫曝光對比高光眼影飽和度 更深入還有各式各樣的特殊曲線 高光中間的暗部明度色相按角效果等等 那你還記得我們剛剛增加了一個調整圖層嗎 我們現在所有的調整都在這個圖層上面 如果調整過的色彩套用到其他片段之後 遊戲顏色很奇怪 我們就會單獨進入不同的片段來調整 簡單來說調整圖層就是整體顏色的風格 單獨片段就是色彩校正的部分 顏色調整這麼多 我們右上方可以直接按右鍵存存風格檔 我們下次就可以直接套用 最後我們要匯出影片左上角文件輸出媒體 把好名稱位置下面是我的輸出設定參考 還是要依照使用需求來做些微調整 最後我們按輸出我們就完成啦 OK我們今天就有90秒完全學會Adobe Premiere Pro的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快速教學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A1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